邀请今天的第一位女嘉宾 欢迎她 我的安全感来自我的手机 每天出门一定会带着充电宝以及充电线 24小时都想拿着手机 我是一名低头党 今天来到非常完美 想找到可以给我安全感的人 为了她 我要摆脱手机 不做低头党 邀请女嘉宾 大家好 我是来自浙江的陈锡维 我现在的工作是考拉海购的时尚买手 我的爱情宣言是 我觉得爱情就像计算机程序 需要一步步慢慢来 虽然复杂但是非常的稳固 我可以接受异地恋 但是我不可以接受长时间的两个人不见面 发生什么情况 看我 第一下只有一个八号转 接下来就去 转了百分之八十 只剩下最后一组没转 我觉得现在我们就赶紧来看看你的样子吧 真的很可爱 我们来看看细微的样子 三 你 你 you are my beautiful girl beautiful girl 红的乌鱼旋转在女婴较劲 连脚步都佛罗民歌的声音 旋载唱你小族偏黄的情情 跟着我温柔回去 原来爱可以自己 妈的你不信 突然的声音 在我问前的口听 只要不让你浓语 妈的你不信 突然那么想念你 我对着爱深情的远行 哎呀 有的人真的是伤心坏了呀 那个手一直这样举着 然后你怎么就只走了一边呢 那边呢 因为我的歌要唱完了 接下来细微 我们再看看其他男生 选择一下心动不心动 上线了好 ok 了 心动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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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na Doncs 第二轿 不心动 为什么 因为我刚刚看到他在看旁边 可能就是那一刹那他没看你 但你们来自同一个地方 真的吗他来自浙江的 我吗 我没看你吗 没有看我 那可能他在看安州了 来我们来了解一下他的具体的资料 以前是计算机系的女婚 现在是网易考拉海铺的时尚买手 斩女一步 总会因为看电视节目而哈哈大笑 也会因为收到快递而开心不已 目前自己虚拟美食家还差一个称号 均匀女神还差一个好的劈腿软机 均匀成功就差自己的努力 我喜欢网易考拉海购 也喜欢这份工作 偶尤尔不经意间 我也会通过自拍 暴露自己女神 我认为爱情中的信任 就像写程序一样 需要一步一个脚印 慢慢搭计起来最后完工 你是陈细维 我在网易考拉海购 你在哪儿 我们来看看细维的文字信息部分 考拉海购时尚买手 父母保护自己一路单纯 资深宅女婢 如果不睡觉 会成为24小时低头档 朋友圈中的坑货 经常送礼物奖励家人 女嘉宾你好 就朋友圈中的坑货 讲的是跟我想的那样的吗 你想的是怎样的 就坑货嘛 就是15号应该明白吧 什么坑货 对啊 因为他常常玩游戏 然后就老说玩不好的人叫坑货 所以你提到坑货以后呢 他就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那个游戏 是那个意思吗 不是 我不会玩游戏 哦 那到底坑货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 我有时候跟我相处久了就知道 我性格就是有时候很大大咧咧 有时候做一些事情 有可能就是忘记了他们的感受 就比如说 这次我们来参加这个节目 我和我一个好朋友一起的 我跟他住一个房间 他很早就来了 我是凌晨一点多钟才来宾馆 然后我们住一个房间 然后晚上就一直很紧张很紧张很紧张 然后又让他一晚上都没有睡觉 就你的意思就是 跟朋友约好了之后 然后自己晚到了是吗 对 好的好的 高冷的人一般是 你怎么高冷啊 就是我长得比较高嘛 然后 然后 因为我是双子座 双子座都是有双重性格的 嗯 就是一开始别人跟你不熟 我就 比较傲娇一点 就是不会主动跟他们讲话什么的 那如果别人跟你主动讲话呢 那我当然 当然其实我这个人很好 很好相处的 啊 好 谢谢 你说父母保护自己一路单纯是怎么怎么保护你 小学一直到高中都没有住过校 然后我然后大学然后才去屋书然后住校 然后我这次来这里参加这个节目 临走之前我妈妈先打了我个电话 然后跟我讲很多很多很多 然后我到了机场以后我爸爸又打了我一个电话 让我一定要慎重的考虑什么什么什么 慎重的考虑什么呢 呃考虑牵手啊选择啊 爸爸妈妈是 是放心你来这个节目的 但是要劝你一定要不要认真的选择 对啊 那比如说如果你选了这个 啊男生作为男朋友 那如果你父母不愿意 那你会听从你自己的还是听从你父母的 嗯 那要看看这个男生到底真的是怎么样的 我不会盲目的听他们的 不过他们毕竟是过来人嘛 他们讲的一些意见我也会一部分听进去 如果这个男生是真的对我好 我觉得他们应该会希望我幸福快乐的吧 好姐谢谢 呃女嘉宾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如果不睡觉会成为24小时的第一头党是 意思是你 如果不睡觉的时候都一直用手机吗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手机拿到手上比较有安全感 而且我一定会前一天把充电宝充得满满的 那你手机都在使用什么 就是刷微博啊 然后刷微信啊看看新闻啊看看热点啊 然后就是这样啊 那你跟朋友相处的时候你都会就是埋头在那边刷手机吗 我有相处的时候不会 就是当然要尊重他们 但是我是真的很喜欢把手机拿到身上 那你睡觉的时候会把手机放在附近吗 比如说头附近 不会不会因为服势很大的 OK好谢谢 谢谢 我想问就是你经常送礼物奖励家人 为什么这个奖励是带双眼号的 嗯 有可能不会像那种那种很多钱啊那种礼物啊 花很多钱就是有可能就是啊 呃我家里有个弟弟嘛 然后他很 弟弟几岁年出生的 哦 七岁 嗯他上小学一年级 他很喜欢动画片就很喜欢那种玩具 嗯 然后我看到的那种小东西啊 小纪念品啊都会带来带给给他 就是一份心意 我说到那个什么卡通人物 我觉得你特别 今天穿的特别像美少女战士的美少女有样 让我做一下嘛 对啊你想啊 可以啊 代表愿望小米女 我们先聊一下情感故事 大家再接着聊C 想谈一段超过一年的爱情 恋爱时需要给自己20%的私人空间 认为两个人手牵手最浪漫 D希望恋爱中互相黏人 和你在一起 短信末尾你主导 电话需要我先挂断 我会支持你的梦想 恋爱时需要给自己24%的私人时间 那你又想恋爱中互相黏人 那这20%的空间在哪里 黏人是肯定要黏人 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有点点缺少安全感啊 但是两人再次肯定是要有个人空间的 比如说你的隐私的底线不能触及的部分 是绝对不会触及的 比如说你不喜欢我 我发你手机 我肯定是很尊重你的 好 谢谢 如果你想谈一段超过一年的感情 你之前那个感情没有超过一年吗 对啊 你是怎么分手了之前 就是第一段恋爱是大一的时候就是我高中之前都没有谈过恋爱 就觉得那时候根本不知道感情到底是什么东西 就想一定要尝试一下谈恋爱是什么感觉 然后大一的开始了也是几个月然后就分手了 因为他是我学长 嗯 他就大肆就要毕业了 就是分手计吧 然后上一段也是因为我要毕业了 然后分手了 不错不错 那可以的 分手的方式是失联 你是不是如果就是要和他分手了 就基本上不和这个人联系了 突然就消失了 就是怎么说呢 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比较心软 尤其在感情这方面 就是有可能我对你有十万个想跟你分手的理由 但是我不忍心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然后我就我就会 你发我短信我不会 打电打我电话也不会 不过这个前提是我真的是对你非常的心灰意冷啊 我这个人不是很 我以前也这么做过 但是呢 当我是被被拒绝的那方 就是打电话不接的那方的以后 我会觉得 其实那样的方式更痛苦 你知道吗 有可能你说清楚还好一点 你不说清楚的话 我会担心你出什么问题啊 这样那样的 其实那种交集加痛苦 其实往往比你直接说一句话去伤害他 更痛 我也不知道就是就是很很心软 是不是心软 这反而是一件不负责任的做法 好吧 好吧 谢谢 你可以选择两位来思议问答 可以走过去选 哦 1号 你能接受一地念吗 不接受 然后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 我喜欢成熟一点的 然后懂事一点的 那你觉得我是一个成熟的女生吗 还好吧 好 谢谢 下一位 如果你的女朋友年龄你能接受吗 我觉得那是每个人表达爱的方式 我觉得我可以接受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 喜欢比较可爱一点的那种女生 你觉得我可爱吗 我觉得你很可爱 嗯 你最喜欢谁的歌 我最喜欢陈奕迅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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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解 你最喜欢谁的歌啊 谁 我也喜欢陈奕迅的歌 我也喜欢陈奕迅的歌 好巧啊 接下来 刚刚也经过思密问答了 然后之前也了解了一下了 要不要更改你之前选择的心动男生 他号码 不要 不更改 好的 接下来 男生们首先做出你们的决定 对于西韦 完美告白 为爱转身 其选择 音乐 因为我觉得9号前后一定会为我转身 我当时还蛮有信心的 我刚刚看到就是应该是每个男生都在考量要不要来转身 但是有一组呢非常的活跃 13号和11号好像都想帮助12号转身是吗 12号一直跟我说 嗯跟你说什么 我很纠结啊 我就说你纠结什么 说要不要转身 要不要说哎呀我帮你啊 12号你这么纠结为什么不转呢 刚刚的心情还没平复下来 所有就纠结了一下 你现在确定吗 到底要不要转 3 2 1 看来她还需要平复 没关系 希伟接下来是你 还可以继续告白的专属时间 我想跟我的心动男生告白 我必须要帮你做什么准备吗 要的 嗯 9号 彭丸黄雨 当我知道我说信息一听的时候 我非常感激 1 1 2 5 2 5 5 1 1 3 1 1 可以睁开眼睛了 因为白妹对她上昇着纯真 我会觉得就是这么一声 还蛮蛮用心的 你过来 这个是我在韩剧上看到的一个场景 但是当时就幻想 我以后可以跟自己喜欢的人 可以在这个场景里面 虽然有点简陋 但是准备了还是蛮久的 然后为什么用白玫瑰不用红玫瑰 是因为红玫瑰可能太热情太奔放了 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白色 白玫瑰代表着纯洁 纯真 虽然我关注你的时间不久 但是我把你的微博从上到下翻了很多遍 我觉得你也是一个很纯真的人 黎幕光短暂的地露 然后看到你很多次节目 还有你刚刚的表现 有可能你好像不是很爱笑 不爱说话 其实我其实是一个蛮活泼的人 但是刚刚进入下来 可能是觉得我比较不是那么活泼 我希望我可以让你更开心一点 我记得你微博上捉你不好 你固执 你偏激 你敏感 你霸道 你觉得你自以为是 然后你也试着去改变 但是你放弃了 你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你 你要不要接受这样一个你 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 我知道你固执 野蛮 敏感 霸道 但是我也很能理解 你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 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原则 我不管别人会不会接受你 要不要接受你 但是起码我想跟你说 我很欣赏你 我也希望你可以一直地坐视下去 我现在是很紧张 因为我从来没有 对个男生说这么多做这么多 第一次跟男生表白吧 然后 如果 我愿意 做你背后那个 永远支持你 陪你一起 完成你的梦想的那个女生 同意吗 我是想给自己几秒的时间 做一个准确的一个答顾 你爱神爱你 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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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慢慢的刷得自己也满 谁 再看风和仰气的饭 猜 你已经不回来 像天空留下的空白 嗨 不是 我想说 那一天也不可能掉两公斤 除非你把漏气 我没有两公斤 但是我捡过三斤嘛 而且我三斤我动的不用动 坐在那边就捡三斤 我真的长这么大以来 也没有说这么用心 为一个男生去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 我喜欢你 可以跟我走吗 可以跟我走吗 如果 我愿意 做你背后那个 永远支持你 陪你一起 完成你的梦想的那个女生 同意吗 我会有你 爱你 不再爱你 我会有你 我是想给自己几秒的时间 做一个准确的一个打步 我真的没有想到就是 会有一个女生 会 那么关注我的生活 就是 当你说 看我微博 然后 你有一段 你特别记忆深刻的我讲的话 我们相遇 我很诧异你能把它全部背下来 我不是不爱笑 可能我不懂表达 我怕 那 我太过于地去表现自己 会让 别人觉得我 特别地做做 你刚跟我说 你喜欢 陈玉逊的歌 就你喜欢他的哪些歌啊 温温的幸福 十年是很早之前的了 你的背包 还有 很多很多《富士山下》 还有《圣诞节》 等等 选一首 就是 我很喜欢的一部电视剧里的主题曲 《冲上云霄》 我相信大家都有看过 那我在这里 我把这首歌送给你 我希望 你会写 天气八是雨季 但要走 中要飞 到夜巴 我再等你 不管有没有期 可我体贴于眉 但你手 如明也便有缘理 愿你可以留下供我曾愉快的遇见 当时时在磨缘迷 可愿在岁月如歌中走你 千里无数 万年就终于死 想与自己的一个方式 然后去做一个回答 然后告诉你嘉宾就是 我有用真心在回答他的每一个问题 我愿意 我愿意 祝福两位 好谢谢 早上观赛你们了 细维笑幸福 谢谢 拜拜 拜拜 我想对你说爱爱爱你 跨到我嘴边 还是害怕说出来 我想对你说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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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ike you 我过几天会回重庭 你要跟我一起去吧 可以啊 但是你要邀请我回去 对我现在其实就是在邀请你 那就去吧 好 再次祝福两位 接下来出场的这位女生 在她出场之前 首先要请一位男生 先到舞台中间来 没错 她就是为了她而来的 有请十号杨帆先生 你也让我们猜了出我没有她能做 此刻我的心 以为你占据 杨帆在这里之后呢 她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要你蒙上眼睛 请杨帆先生等待一下下 这女孩是为我来的 应该会有一些特殊的告白 我还蛮期待她的告白的 现在请杨宽先生摘掉眼罩 在下眼罩看到一个背对着我的女生 一个长椅 然后一棵树 感觉有点像在公园 或者在山间小路的感觉 我就觉得挺紧张的 然后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现在有请杨帆先生往前走 然后背对着我坐在我身边好吗 我那个关注非常完美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然后 觉得你挺不错的 然后也找过节目组很多次 终于来到了这里 我不想和别人一样 走所谓的形式 所以我只为你而来 我能问你三个问题吗 可以 问吧 你喜欢长头发的还是短头发的 没所谓的 因为看到人以后吧 那你希望你未来的他跟你在一个地方吗 肯定以后的家会离我的家不远吧 肯定希望在一个地方 好巧啊 我也是山西的 第三个问题是 你喜欢个性比较开朗的 还是喜欢比较文静一点的 我感觉 我可能一开始给人感觉好像不太说话 其实私底下 兄弟们知道我可能比较爱开玩笑 就是都有一点吧 我挺符合你的要求的 我挺符合你的要求的 你想看我长什么样子吗 你想让我看吗 哈哈哈哈 我在想他这个 还挺有意思的 跟我看到他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开心 嗨杨帆我是李雪 你去 你山西哪里的 山西太原的 哦 嗯 嗯 我坐过来跟你说吧 嗯 嗯 啊 不知道该说什么 真的 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特别紧张 我给你唱首歌吧 哦 什么歌 嗯 我给你唱首歌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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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唱首歌的勇气 才相信会在一起 人潮涌集我能感觉你 你唱首歌的勇气 在我手心里 你的真心 你唱首歌的勇气 一 看到女嘉宾要单膝跪地的时候 有点把我吓到 想表达 然后就是他在我心里的重要性了 所以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我的内心 做着 这个人 做着做人 做着做着 你坐下 你蹲下来 蹲下来说是吧 蹲下来说 做这个举动 我觉得这个举动是男生才应该去做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 这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勇敢的一次 也是最正确的一次 我手里面拿的是两片叶子 上面有我们两个的名字 就像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两片同样的叶子 也不会有两个杨帆和黎雪 你愿意接受属于我的这片叶子跟我回山西吗 在遇见你 在发生爱也不及 在心中写下的诗句 真默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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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了我的眼睛 我觉得你觉得她是很坚强的 好 谢谢 爱也会负担不轻 那我觉得这个男生挺沉腾的 他特别设身处地地为女生着想 站起来说话 我喜欢穿不过去 这个挺惊讶的 反正这个开场也挺那什么 让我记住你了 黎雪 山西太原 我在太原上过五年学嘛 然后很喜欢那个城市 因为我大部分认识的人都在那里 我其实真的 有的时候不太会说话 有的人会 可能会误会你或者是怎么样 就像你刚才最简单的说 要单机规定怎么样的 我其实真的接受不了的 因为长这么大我只跪过一次 就是为了我妈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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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我做的一些我会记在心里的 很感动 也很真诚 我真的感受得到 但是 嗯 嗯 这样子的话我觉得 这样子跟你走的话 我觉得 有一点 唐突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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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挺喜欢她的 不好意思啊 没事 那你能站在这儿看着我走吗 加油 有一个动作呢 是我在非常完美 看着你最感动的一次 我知道问你要拥抱不可能 因为你的胸膛 是留给你将来的那个人的 所以就当我已经抱过你了吧 我走了 谢谢 加油 李雪 希望我们如果要是有机会的话 然后在太原相见 刚刚李雪跟 跟刚刚在坐在这个长凳上 我觉得那刹那我都觉得 我好像是在看另外一个真实的剧情 如果你真的跟一个女孩 在一个公园的长凳上 就这样相遇了 一个在前一个在后 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 看到彼此的脸 如果有交集 那真的是一些多么多么多么 多么美好的事情 这个女孩单膝跪地的时候 我觉得杨帆确实是被吓到了 我也觉得她表达情感的方式 过于的猛烈了 但是这个女孩最后的举动呢 让我觉得她又有很好的一点 就是她不会去为难杨帆 我觉得无论是情感的表达 还是最后强行的把感情的收住 一切就是属于年轻人的爱情 狂热又深情 勇敢又动人 掌声有请下一位女嘉宾 在外人面前 我是个好好小姐 温柔随和 用温笑迎接每一个人 在家人面前 我是个乖乖女 善良孝顺 很小就不用她们费心 但是在男朋友面前 我希望可以卸下坚强的武装 放松自己 只愿做一个最舒适的自己 今天来到非常完美 希望可以找到那个让我放松的人 有请女嘉宾 很小的 是 莉莎 来自广州 今年25岁 是一家公司职员 你可以在我们恋爱的时候 喜欢别人 但是不可以骗我 你可以有很多女闺蜜 但是不可以夜不归宿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你的样子 好吗 来 放好面具 三 二 一 好 我们来唱个歌好不好 唱什么歌 呃 带走 嗨 慢慢把刷的自己也满 谁 在看风和氧气的饭 猜 你已经不回来 想跟你留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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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国外朋友啊 哦 就是我不太喜欢就是 外国人 为什么呢 嗯 因为 觉得沟通会有一点 他中文很好 而且他早上是吃米线加醋的 他连牛奶都不要喝 对 但是我还是不喜欢 你知道要说点什么吗 不好意思 没事 没事 不喜欢就不喜欢呗 没关系 人家还会儿话音 好厉害 好厉害 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为什么 环丽的高跟鞋是我 平底鞋不爱 飘飘的裙脚是我 所有的裤子在肩 柔柔的长发是我 帅气的短发 No No 漂亮的指甲是我 平凡的双手不要 精致的妆容是我 素颜出门 没门 这些都是我的标配 不为别人的改变 我是我 但绝不自我 工作上从不生气的是我 发脾气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爱情上从不脱泥淡水的是我 有瑕疵爱情的我不想要 今天来这里找你的人是我 跟我走 跟我走 你准备好了吗 我们了解一下丽莎的文字信息 自己的努力改变了父母的看法 小时候的公主梦现在开始做 不接受善意的谎言 发红包发出一片天 吃饭都由我买单 坐视三分钟热度 我是一个胆小鬼 喜欢收集连号的钞票 你好 女嘉宾 你说发红包发出一片天 是就是你有那些 微信的红包群还是什么 这样的 因为红包嘛 肯定就是在群里面发的比较多 因为我们会有 比如说家庭群 朋友 同学群 然后呢 我都会在那个朋友的群里面 都会发红包 平时不说话的人 也出来抢红包了 对 这个是从2015年 从1月份截止到今天呢 我发了总共发了 14,096块钱 总共是发了4677个 你都发了这么多了 对 我也不建议 今天再发几个吧 你这个红包发出一片天 就是让大家开心的热闹了 是吧 对 可以说这是红包搞气氛的 对 红包就是搞气氛 联络一下感情 那我能问一下 你在微信红包群里发的都是 就是大红包还是小红包 呃 我一般发的都是 比如说是88呀 68呀 188呀这样的 因为我过年也有抢红包吧 我的朋友圈里发的都是几块钱 然后抢一晚上抢的只有几块钱 他有几分钱的 每次抢就几分钱几毛钱的 对 所以这件事提醒杨帆 你该换换朋友圈了 不是 你说发红包大家开心 你有没有想过不开心的人 没有 就是来晚了 然后就那个 这个应该是怪我 对吧 我是最晚走到你那边的 那我换一个问题好不好 好的 不接受善意的谎言 那你接受恶意的谎言是吧 这个恶意可能肯定也是不接受的 就是只要是谎言 我觉得我就是不能接受 但是为什么善意的谎言不接受 善意的也不能接受 因为我觉得人和人相处嘛 毕竟都是要以臣相待的 所以你有什么事情都可以跟我 就是坦白的说明就好了 不要说谎言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善意的谎言是必须要存在的 比如说得了绝症的 一身一冲进去 死定了明天 这个肯定是要看什么事情 但是一般情况下还是就是 那我们两个可以当面沟通 对不对 那我们为什么你不跟我把事情说明白呢 为什么要说善意的谎言呢 既然他已经是善意了 那他就绝对是在保护你的前提下 而出现了这个谎言 所以你没必要去挖空心思地 打破砂个问到底地去问这个东西 其实有可能知道了对你自己 一般情况下还是最好就是 我觉得还可以跟我说就好了 谢谢 你好女嘉宾 为什么说你自己是胆小鬼 而且还加了一个号 这个胆小鬼呢 应该说是从两方面开始吧 一方面我觉得就是 我自己不敢在家里边看恐怖的电影呀 这些我胆子比较小 跟朋友一起看着可以看着 对呀因为旁边反正有人嘛 你可以掐他可以打他 没有就是旁边有人会有一种安全感 然后还有一方面呢就是 比如说是外出时候 难免会跟人磕磕碰碰嘛 我觉得就是怕跟人起一些争执 我觉得这样的话 我觉得多一事不少一事 我一般都不会去跟人争吵的 所以我都会忍让的 哦 就别当忍让是吧 对 反正我是完全看不了恐怖片的 我们我们来了解一下 我们丽莎的情感故事 C 以韩剧开始 以家庭剧结束 恋爱是一件费心的事 金钱会让爱情变质 只要对方不分手 自己绝对不会分手 D 婚前对她的爱会有所保留 每个月有十天要洗衣做饭 婚后财产必须由我管 定期要秀恩爱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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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说金钱会让爱情变质嘛 只是能具体地说一下吗 因为我前任嘛 呃 因为我们 我感觉是我们当时 就是同甘共苦一路走过来的 但是 现在我觉得生活条件 越来越好的时候 那反而结局 就不是这样的 因为当时我们两个人 真的是非常苦 到现在了 我觉得就是 她 因为这些现在金钱方面 然后现在改变了这些 原有的一些生活 你是说因为条件变好了 对 变优越了 对 然后她就是会有其他的心思 对 去想其他的事情 对 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嘛 你们的这个开销和 就支出这种 就钱上的这种花销 一般谁占大头啊 我是比较俱利的也是 不会说是去用男生的多少零钱 这个我是没有的 我是很用心对待她的 但是 就是感觉被骗了的感觉一样的 OK 谢谢 谢谢 你说婚前对她的爱 会有所保留 你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观点 感情方面呢 就是 我是比较专一的人 因为我认定的事情 我会全身心地付出给她 但是现在呢 我必须要保留一点 因为我怕 我不知道结局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如果说是 这个关系 我们两个确立了以后 那我会完全地投入进去 所以婚前的话 我会有一点点保留 那再一个就是物质方面 物质方面呢 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关键的 如果我把我所有的财产也好 这些全部交到我的男朋友上面 那如果我们两个分手了 那我是不是会损失很多 然后但是这些全部都是 确立了关系以后 或者是这个人我已经认定了 这些都可以 全部都付付给她的 最后一句 为什么要定期秀恩爱 这个话我觉得 如果两个人本来就交往了 你可以就是在一些社交平台 包括一些现在微信中的朋友圈 都可以删恩爱 如果说是 因为我觉得如果不晒恩爱的话 那是不是这个男生对女生 还没有确定一下关系呢 或者是怕一些被拍看到呢 那非要定期吗 对呀 你本来两个人在一起 那你难道就是交往的第一天 秀一次以后再也不秀了吗 对不对 也不是定期 就比如说是某个特殊的今天日呀 或者是某个节日呀 对不对 这样我觉得都是可以去 其实我觉得秀恩爱这件事 应该顺其自然 这个的话我觉得女生会比较喜欢的 因为这个会给她们一些安全感的 她会觉得 哇我的男朋友很爱我 怪不得我朋友圈这么多东西 是的就是这个人 你说每个月要有十天要洗衣做饭 这个是要跟男朋友一起完成的 因为我觉得其实家务这些问题 我可以都承担 但是为什么会选择十天呢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 两个人一起来劳动 或者是一起做饭的时候 我觉得是非常的甜蜜的事情 对于你这点我觉得蛮认识的 因为以前因为我父母工作比较忙 然后我奶奶又比较找故事 所以我其实以前都是 吃外面比较多吧 我觉得假如有自己的女朋友 然后可以 就是可以为你做饭的话 我觉得那个蛮幸福 对所以不要有温馨 对啊 好 接下来 思力问答选择两位 6号 哈喽男嘉宾 Lisa 你好 呃我想问一下 你接受异地恋吗 异恋现在比较 那你接受你的女朋友是手机控吗 手机控我觉得还 ok 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代就是怎样 如果他无时无刻都要玩手机呢 那几分钟看一下 那太极端就不行了 为什么呢 连工作都不哭啊 连我都不知道 那你会做饭吗 我会 但是我比较少 所以比较忙 好 谢谢 下一位 10号 哈喽男嘉宾 你接受姐弟恋吗 呃可以接受 那再一个就是你会做家务吗 做家务会啊 在家里经常做 你经常做吗 那如果以后 比如说你和你的女朋友在一起的话 那家务全部由你承担可以吗 全部由我承担 对啊 那那我还得工作啊 你接受异地恋吗 呃会 后期会考虑 为什么前妻没有考虑呢 会慎重考虑的 会慎重考虑 好 谢谢 属于理智型的私立文章 我们很多女嘉宾在私立文章 是感性性的 情绪性的 你还算是理智性的 我们要不要问一下 要不要更改之前选你的心动男生 嗯 不更改 不更改 好了 各位男生首先做出你们的决定 对于 舞力杀 完美告白 为了转身 请选择 好 接下来 李莎 想对你心动的那个人说点什么 要告白对吧 对的 那现在有请六号出列 当他听小文心动的这个时候 当下的心情是蛮比较的 因为我完全没有想到 好 现在你先站在这边 不要动 闭上眼睛 好了 你可以睁开眼睛了 看看有没有换一个文字 当我看到那个办公所的时候 当下的心情我就觉得 它其实还蛮细心的 因为它连计算机都是蛮一模一样的 对 因为我知道你是创业的 对不对 我也是想创业的 所以你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你的职业吗 我原本刚过来北京的时候是在公司里面做服装设计师 然后做了大概两三年吧 然后出来就自己开始摸索一些品牌的东西 然后到最后创业这样 一直都是做服装设设计师 一直都是做有关于服装之类的吗 对 好的 那我现在可以把你牵到你的办公的地方吗 可以给我手吗 带你过去 好吧 带你过去 好吧 好的 你现在做到这一边 看到这一幅场景 我觉得你应该是比较熟悉吧 对 之前比较常化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 这个现在就是你平时办公的地方 你平时熬夜的时候会喝啤酒 对不对 对 会喝一点点 我觉得喝啤酒是对身体会不好的 今天特意为你包了一份汤 像 所以以后在 在以后的时候 我希望你可以多喝一点汤 少喝酒 好吧 我感觉他是那个 最独威 真的很好 厭惚 有个回应说这是爱没错 无怀忽悶心跳激动 我很爱心 对耶 你超多的太宝宝 我就是想问你一个问题 嗯 嗯 你觉得你是一个浪漫的人吗 嗯 我觉得 有时候是 那我也是我是一个浪漫的人 所以我会把这个送给你 这个呢是一个爱情树 然后他一边是我的回忆 还有一边是你 那我有看到 这个应该是你工作时候边玩的一个镜头 那我觉得男人工作中的样子是非常有魅力的 所以我非常喜欢男人就像你这样 就是创业型而且又是非常的 非常的努力的这样 中间你有看到这个相框吗 相框 相框这个白色的 有 有 如果说今天你愿意跟我走的话 我希望我们两个人一起合影 放到上面 就做一个美好的纪念好不好 我第一次和男生告白 我觉得你 我真的长这么大以来 也没有说这么用心为一个男生去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 我喜欢你 你可以跟我走吗 想说我为爱你 一直就在你 我当下心情是蛮感动的 对 我觉得这女生真的非常的善解人意 而且又贴心 真的很谢谢你 真的 非常的感谢你 但是 就是 还是我那句话啦 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需要绝对的缘分 好的好的 好吧 但是 就是少那么一点演员 就是少那么一点演员 对啊 真的 不好意思 当我被拒绝的时候 其实 呃 我也有一点预料到了 好 没关系 那现在 呃 你可以 送我走吗 可以啊 OK 当然 好 加油 林霞 舒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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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黑黑的脖子 黑黑的手臂 这就是我 二十八岁的弱心 曾经的我是一名职业赛艇运动员 大家好 我叫若欣 来自贵州 今年二十八岁 现在从事 副外运动培训工作 我的爱情先言是 用最真实的自己 意见最合适的你 谢谢 我可以允许你比我白 但是你不能嫌弃我 比你黑 我可以接受裸婚 但是不接受不结婚 今天有残疑吗 有 是什么 吉他 我们先看看你的样子好吗 三 二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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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过沙漠下暴雨 看过大海亲吻仨雨 看过昊昏追逐年明 没看过你 我知道没你会老去 生命之外还有生命 我知道 不好意思 有点忘词了 就很好嘛 对啊 也许当你说 怎么办忘词的那一刻 有些男生正好被你这个表情给惦到 比如说刚刚就寻着你这个忘词的节奏 转过来的5号 没有刚才你嘉宾说他蛮紧张嘛 给点鼓励 给点鼓励 谢谢 11号你是最后一个转过来的 没有我是看到那个老鱼又跟我比这个 你们现在都是以老鱼的审美 和老鱼的指示为马首师这样吗 你们确定这样放心吗 老鱼你刚刚又比手势了吗 已经有三个了再选一个 还有那个飞比吧 飞比二号 游戏规则 男嘉宾坐在瑜伽球上 找好平衡点后 将双手抬平 双脚离地 坚持时间长者获胜 备开始 飞饼获胜 预备开始 哇好厉害 这种应该叫灵魂 因为他开始坚持的时间会比较长 所以若欣获胜的人 有什么奖励吗 我真的能就是我教你一个最比较难的 ok ok 对谢谢其他三位可以休息了 谢谢谢谢 嗯这样 然后 哇 哇 哇 打球 冰封可以吗 这时候有人举起了手 就是把好老鱼 啊 也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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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啊 有人 不要在这个时候说我行 啊 啊 老鱼来你来 来老鱼你说你行的 不用去也可以 啊 oh my god this girl straight and this girl not 啊 加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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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可以可以好老鱼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好了那接下来你再看看其他男生 选择一下还有刚刚没有看到的各位 心动跟不心动上前两步 好 心动 就爱这样的你 不用太多道理 牵着我的手 予其的黎明 这下来不心动 啊 为什么 啊 为什么 嗯 因为我觉得她眼睛很小 然后我看了他播出的节目以后 我给他起来个名字叫黑眼痘痘 5号 哈喽 其实你应该有心理准备的 对 已经20多年了 黑眼痘痘很亮啊 对啊 就像星星一样 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若新 28岁 或许在你眼里是个尴尬的年纪 可我却不这样认为 28岁 没有性感的高跟 没有起腰的长发 我有的是无限的活力 灿烂的笑容 我有我的样子 28岁 没有整天写不完的报告 也没有打印不完的文件 我有的是徒步的自由 攀岩的突破自我 各种新鲜挑战的工作项目 我有我的工作 28岁 没有报不完的电话周 没有追不完的韩剧 偶像剧 我有的是茶香满意的营绕 其他安静的陪伴 我有我的生活 28岁 对我来说 一切似乎刚刚好 可是 醒来的枕边 总是少了那么一个呼吸 餐桌的对面 还没有摆上多一副的碗筷 过马路时 右手依旧 没有人紧签 这就是我 28岁的若欣 我在这里等你 刚刚看到肤色就说男生不能够嫌弃你黑 主要原因是因为你是一个户外运动的培训员 对吧 然后我以前是一名推营运动员 推营运动员 之前从事的运动项目是 都是赛体 赛体 哦 那个我想问一下女嘉宾就是 平时是不是不怎么穿裙子的 对 基本上都是牛仔裤 T恤 怎么看出来的咧 因为一个是我刚刚看那个短片 那个他刚上来的时候就感觉很自在 王子很细心 我很少穿裙子 因为 王子确实是非常细心的人 嗯 不是我就想跟他说一下 不用比较不用不自在其实很 谢谢 很好看 要有自信 王子就这个意思 来我们来了解一下他的文字信息部分 A 加油严格捉归12岁 一个偶然的机会逼自己独立 曾经一天暴瘦两公斤 B 身高永远是伤痛 曾经用半年的时间得到了别人七年才有的东西 曾经一天暴瘦两公斤嘛 对 你是怎么瘦啊 平时休息的时候 然后去跑步啊 呃 或者是说做一些健身呢 不是 我 我想说 那一天也不可能掉两公斤 除非你把漏切了 我没有两公斤 但是我捡过三斤嘛 它四斤嘛 对不对 而且我三斤 我动的不用动 坐在那边就捡三斤 我就蒸了一天桑拿就捡三斤 这个也是一个办法 对啊 但是我 捡的体重是已经补完水了 然后捡了两公斤 对 所以说嘛 我那个是捡 就是把水分蒸掉而已嘛 但是它分量确实是下来三斤嘛 对不对 你是不健康 他是健康 他的意思就是这个 15号也是来自贵州的 对 你好 你好 你们要不要贵州话说说 好久没有听15号的贵州话了 曾经贵州话跟苏州话有过一次较量 对吧 意思啦 这个呢 有养 有养 一个地方的 你怎么说了两句就没有自信再说下去了呢 不养话又不影响您的气质 还露出了恨修的微笑 还是要大家都听得懂 好来 不为难你了 来继续 曾经用半年时间得到了别人七年才有的东西 是什么东西 我所指的这个东西是茶艺师 因为我退役以后 然后就去学茶艺 学了半年以后就直接考到高级茶艺师证 那你现在是全职做的茶艺师 还是有些兼职做运动员 现在茶艺是个爱好 一直都在归阳吗 对 一直在归阳 好 谢谢 你说身高永远是你的伤痛 为什么 因为在贵州 就是像我这样身高的女孩不多 特别是上了一米七以后 就找朋友这样子会更比较懒 你以前谈过的恋爱 大概都有几公分 大概就一米九几这样子 好 好来 我们来了解一下她的情感故事 大家接着聊 C 被认为是适合当老婆的人 嘴唇薄的男生请绕道 未来的另一半一定要酒量好 反应快有料 未来在教育的问题上 不支持隔背带 小森森 老鱼在推荐老妈 是这个意思吗 对 前面差不多 但是后面什么 婚姻后坚决不和公婆住在一起 未来在教育委层上绝对不隔背带 这完全和我老妈的意义是背道而走 你可以决定要不要跟15号继续聊下去 还是干脆就不聊了换一个人 不能移块的聊圈了 不能移块的聊圈了 那就不跟他聊了 顶号里的有料到底是有什么料呢 这个比较重要 我说的有料就是穿衣服显瘦 偷看衣服有肉的那样子 那和8号 8号一样 8号 那你觉得8号这个身材怎么样 可以啊 挺好的 杰明你好 你说被认为是适合当老婆的人吗 对吧 你觉得 你具备哪些条件是你所认为 就是可以 就适合当别人老婆的条件 这个是我朋友给我评价的 没关系你就说嘛 他说就是我很会照顾人 叫作员 主要是然后做家务 做家务 还有就是炒菜呀什么都会 最主要他说我脾气好 那你脾气好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别人不管 就是说我什么不好听的 我都不会去生气的 然后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呀 人家说我不好 那说明我真的没做好呀 你不想跟公婆住在一起的 主要原因是因为 不想让父母为你操心 还是因为 怕担心这个婆媳关系 都有 两者都有 那个未来在教育的问题上 不支持隔背带 比如说我刚生小孩 然后在他还没上学的时候 父母可以带 公公婆婆也可以带 就到他上学以后 教育的问题 最好是自己带 那是不是你的男友 一定要找在贵州 也不一定非要找本地的人 就是贵州本地的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 你可能你的老公 他工作就是在其他地方 那也不能时常到贵州 回贵州 那你怎么办 肯定他不能说是 我不能经常回贵州 然后就不回了吧 也会抽时间回去啊 对不对 好吧 就是看时间长短的原因而已 OK OK 好 谢谢 接下来 叫 私密问答 选择两个 好 你喜欢自己一个人独处 还是喜欢跟很多朋友在一块 我喜欢独处 那你喜不喜欢运动的女孩呢 我超级 谢谢 下一位 五号 你好 你好 我想跟你玩一个游戏 可以啊 那你把手伸出来 游戏的规则是这样子的 呃 就是 我 我提问一个问题 然后如果说 我没有经历过的话 你也没有经历过的话 那你就手 就不要放下去 如果经历过的话 就放下一个手 像这样子 我没有觉得我 我的眼睛小 你的眼睛不得很小啊 为什么不放下去 啊 真的 我没有参考五年以上的恋爱 你也没有啊 我有啊 所以我不放下去 没有 再放下去吗 我觉得 你要不要把它带到台上来想 那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 跟我上台 嗯 嗯 上台 嗯 嗯 我爱你 是 丁峰会觉得很讶异 我不是明明是不心动 哈哈哈哈 其实当时是 没有想 没有想到 因为 因为 刚才摆明了 不心动男生是我 自己一个人在玩 现在我们两个人玩这个游戏 好吧 好啊 但是游戏规则跟刚才是相反的 就是 如果说我们两个都经历过的事情 然后就把手这样撑开 哦 好 对啊 遇到感动的事情 或者说感动的电影 会哭 比较感性 就是 就是 家人的幸福是自己最大的幸福 嗯 很善良 对朋友很真诚 该你问我呀 你经常去健身吗 嗯 你会因为爸妈的原因而放弃你现在的感情吗 可能会吧 你会因为结婚而结婚吗 就是说啊 可能不 不是那么的喜欢 或者不是 自己最喜欢的那个 不会 你会因为 经济条件 而 嗯 放弃对方吗 不会 嗯 你会 很看重朋友 对啊 我 我 你会 不要 你会 你会 我 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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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会 你会 虽然之前的游戏规则很困难 但是目的达到了 很开心 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我喜欢这样子的牵手 但是 我不会随便牵一个人的手 牵了我就想一辈子 比较令他直接就是牵着我的手吗 而且是紧扣吗 还有一点紧张吧 而我 曾以为就只是朋友 再一次你目光短暂 其实这两颗心 它就是一直在一起的 如果你要翻开我的手的话 那你忍心让它一人斑吗 女嘉宾确实就是很真诚 然后我也能感受到她那种真诚 我当时嫌你做不心动 是因为我看见你我很紧张 再加上我所说的 黑眼痘痘 其实是很可爱的名字 我喜欢叫眼睛小的男生 叫黑眼痘痘 然后那个是当时第一次看见你以后 第一印象就出现了这个名字 站在我 现在站在我面前 有一个这样重情重义 然后脾气也好的男生 我非常喜欢我 再加上对亲情这方面我也很看重 我平时也就是观察过你的微博 然后我还给你留了一记眼 你每天就回很多很多你的粉丝的话 然后我说了一记 我说我是第一次这样给你留言 不知道你会不会回我 然后我就等了很多天都没有回 所以我觉得给你留言 而且也不如上来给你告白算了 你问我喜欢你 你问我喜欢你 其实放开放开之后是会 对啊就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心呢 对 所以离整心看它分开了 可能他画这两颗心 他其实是想让我们这两颗心 命来是成为一颗心 但是少了那么一点心动感觉 暂时先放一下吧 暂时先放一下 好吧 但是就像你刚才讲 你说啊就问我 但是就像你刚才讲 如果分开的话 就把这个心 就拆散了 对不对 结果呢我在想 如果 我们一人一半的那半片心 我 和对方那半片心 和对方那半片心不合适呢 或者说 当他们两个粘在一块的时候 它不是相通的 或者说没有那种感觉 那如果还要硬粘在一起的话 我觉得可能 没关系 没关系 你不用锁 我明白 那是不是 你 photography 你是不是 做不了 就是情侣的话 可以做朋友 做朋友绝对OK 真的 我觉得 就是你这种性格 当朋友 真的会超好 其实当时心里面挺难过的 但是既然她都集结我了 我还是祝福她 希望她能找到更适合她 她更喜欢的 但是很惊讶 没有想到她会过来帮我擦手 我也想就让她恢复到原味吧 就当没有发生过 谢谢林峰 希望以后还能和你做朋友 好 可以 握个手吧 这么幸福 很好 荣星加油 谢谢 拜拜 加油 其实没有把最好的自己展现给她看 我是真的非常意思 两位老师有什么建议或祝福送给荣星 很多运动员其实最怕的就是在运动的场合上受了伤 很多运动员一旦受伤了可能就要退役了 可能她的运动生涯就结束了 可是我想说的是 在爱情的战场或者是比赛场上 其实我们不怕受伤 其实我们不怕受伤 因为每一次练习都会成长 只要有信心不放弃 我想若曦会收获属于你的幸福 今天也是一个很棒的练习 我觉得若曦除了她自己的有足够大的心理承受能力之外 其实她对情感的观念是非常成熟的 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说 我觉得她既理性又有抗压能力 是一个非常值得珍惜的女孩子 也希望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看到之后 可以向她抛出橄榄枝 感谢观看